比如说我们人文推广的部分 其实我对这个部分不了解 但是要来承担这个思义 那我如何去克服 那只能说除了平常来吸收上人给我们的法以外 那多找资料来要更多的了解 那除了在置业这一方面 那当然还有我们的家业 那包含孩子 如何去将这些孩子让他可以理解说 我们在做慈祭这个过程当中 往往孩子会有所觉得 可能对家庭没有那么办法 持续的来关注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变成要以这句净事以来告诉自己 我必须要去突破 那就要多跟他们沟通 那也很感恩这几年来 这句话陪着我突破一次次的难关 那在事业方面也是一样 包括到现在也好多的一个困难 可是呢 透过上人的法语 让我可以告诉自己 我能够走过来 因为我坚持在这个 资业事业跟家业 能够顺利的来运作 在我的人生可以更有价值 我能够走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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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